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多伦多的吕建成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让吕同修的皮肤素疾 眼睛急症彻底痊愈 学业有成 心想事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南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吾我利他 恩师慈父 如君洪台长 感恩 法师们 义工们 同修们 大家下午好 我来自多伦多 现是华铁路大学电脑工程系三年级的学生 感恩 苏圣机缘 以大家相聚欧洲分享 学佛体悟 短短三寨 心灵法门的许愿 念经 放生 白化佛法 四大法宝 利益我和家人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从小我性格倔强 脾气暴躁 因称恨心众 做错很多事 某次因小矛盾 一怒之下推到地底 自其头部创在墙角 至今右眼比左眼小 在此我向所有人忏悔 因为自己的愚痴与称恨害了地底 我以前经常大喊大叫 扔东西 打墙壁泄愤 致双手黑青 因此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烦恼 十四岁时 得到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资助 从此离乡背井 只身在新加坡读高中 新加坡学业压力沉重 世界文明 因为拿了奖学金 成绩必须比当地学生好 因此在高中四年里 我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 莫名的压力经常让我喘不过气 心脏也偶尔有痴痛感 甚至产生过自残的念头 此外 从两岁就有的失诊 也开始恶化 在普通程度考试 O-Level的前两周 我的失诊爆发 全身皮肤破裂 到处严重流血 回想当时 新加坡的大热天 我却要把身体和脸裹起来 吹到任何的风都会像吃骨一样痛 每天大量地掉干皮 养得完全控制不住 宿舍地上几乎都被干皮覆盖 那时的每场考试都像在与死亡斗争 游记当时的英语文学考试 考卷上满是血迹 有些甚至覆盖了答案 当时的母亲每周会驾车五小时来探望我 花大量的钱给我买中药 尤其是燕窝 每次看到我凄惨的状况 他只能默默流泪 由于奖学金不能放弃 只能咬着牙走向毕业 高中毕业时 我心累 厌学 似乎对人生也失去了希望 接触心灵法门后 不久便许愿全数 如今已两年半 从小噩梦不断的我 总是反复梦到自己坐在黑暗房间的椅子上 成千上万条小蛇慢慢涌现 直到我从梦中惊醒 开始念经后 梦见自己前世捕蛇 杀蛇 动作娴熟 也曾被蛇毒喷脸 梦见自己前世杀业慎重 杀于无数 并以此为业 这些梦让我意识到 今世我施整严重 是前世杀业之果 也印证了台长所开示的 皮肤病都是杀业所致 随着吃树的渐长 我的施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我也渐渐明白了 吃树是在断绝杀生的鹰 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动物也有爸爸 妈妈 也会像我们一样感觉到痛 怎么能忍心为了满足片刻的口服之欲 而杀害他们 2017年年尾 二十岁的我呼发眼疾 视力每况愈下 坐在教室第一排 也无法看见黑板上的字 无奈之下只能停课休养 自习功课的同时准备治疗 经过缺诊 我患上了白内障 转科医生也告知双眼很可能在两周后 基本失去失利 主要是由于服用了大量的抗施整药物 所以双眼均需手术 由于失利医院治疗费用昂贵 为了不给母亲增加经济负担 我选择在国家公费医院治疗 但平均等待期为六个月到一年 母亲因此十分悲伤 在我们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并把2017年马来西亚法会义工功德 来消除眼部业障后 奇迹发生了 医生承诺会尽早帮我安排手术 手术最终被迅速地安排在了 2018年的1月26日和2月15日 也就是农历出息 除旧隐心 当天的手术十分成功 从病发到完全康复历时短短5月 在此过程中 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增长期末考试 难以直信地取得了全班第二的好成绩 此次经历让我了知 生命的无偿和本质的脆弱 如果我没有了健康 失去了自己的视力 生活中 学习中的荣耀 以我还有什么意义 我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 或对重建光明感到亲信 因为我内心深深地知道 万法皆空 唯因果不空 患上急性白内障 并非偶然 而是因为自己以前 看过太多不好的东西 若非菩萨慈悲化解 我的双眼很可能 以后再也看不见了 记得观世音菩萨 曾对师父讲过 孩子喊母亲 母亲怎么会听不到呢 观世音菩萨闻生就苦 学佛前 我们是无明犯错的孩子 学佛后 我们要做菩萨的牵手牵眼 甲十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欲识 果报还自受 在学习心灵法门的三年里 经过大大小小的坎坷与意外 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 三大法宝 与菩萨的不断加持 与化解 我们全家的生活 完全改变了 我的失诊几乎痊愈 皮肤不再归裂流血 从外表已看不出 曾经有过这么严重的失诊 如今的我热爱学习 感恩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 接受教育 在我进入大学的五个学期中 平均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 我的脾气也不再暴躁了 我的失眠与便秘 随之也都好了 弟弟在学习心灵法门后 脸上的痘痘也好了很多 妈妈看到我们的善良改变 也放下了很多的烦恼和忧愁 长期纠缠着自己的噩梦 也不再见了 今年年中 我顺利在一家银行中 实践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工作 承蒙观世音菩萨慈悲 暑假期间我还租到了一处 地理位置离观音堂交近的房子 可以更好地融入观音堂 这个大家庭 每每以大家一起付出 做树餐 背诵白化佛法 我越来越感到 自己回到了真正的家 心灵法门 让我们每一个人断耳修缮 从而让自己好起来 让家庭好起来 让社会好起来 让国家好起来 愿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照尽每个人的心田 如果今天的分享 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家聆听 感恩